夏天最爱的凉拌黄瓜 开胃爽口 家家户户必吃的凉拌菜 准备两根腐竹 剪成小段 清水浸泡 一小把末清水浸泡 两根黄瓜洗净 去头去尾 然后拍散 切成小块 装在碗中 泡好的腐竹 捞出来切成小段 木耳洗干净 放在碗中 先把木耳放进去 开水焯水两分钟左右 再把腐竹加进去 焯水三十秒 捞出来过凉水 再沥干水分 两个小米辣切碎 大蒜切成蒜末 装在碗中 锅中加入植物油 再加入一把花生米 小火慢慢翻炒 翻炒至颜色变身 盛出备用 油锅里再加入适量的八角花椒 炒出香味 再把热油直接浇在蒜末上 激发出香味 把大料挑出来不要 碗中加入两勺生抽 一勺米醋 一勺盐 一小勺白糖 搅拌均匀 我们的料汁就调好了 把沥干水分的木耳和腐竹 跟黄瓜放在一起 再把花生米也加进去 再加入适量的香菜 最后把酱汁倒进去 搅拌均匀 我们的凉拌 黄瓜腐竹木耳就做好了 装在盘子里就可以享用了 夏天没有食欲 来一碗这样的凉拌黄瓜 开胃爽口 真的是太下饭了 里面也加了木耳和腐竹 营养丰富 不喜欢吃辣的 可以不加辣椒 喜欢视频的小伙伴 别忘记点击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